应该差不多了 这个门全部弄新的了 咦 这门把手还没装好了 就是这个位置 现在弄好了 但是 感觉 这个块很新的 这块就很旧了 这里还有一条花痕 上次去看那个 看那个里子的时候 这一条直接贯穿到后面来 那这条这条就 直接到后面的这个 到这个位置了 干脆以后 全部把它分丢新的得了 然后这边呢 是之前那个人家拉那个沙子 石头嘛 掉下来了 砸了一些小坑坑的 现在全部补好了 但它要等 一个小时左右 那这边全部是新的 那边的还有一片是旧的 有点丑 还要等 还要等 它不是洗车吗 它洗掉那些补漆的那些 它不还要一个 还要一个小时 补漆它不补好 没烤好吗 烤好了 补了 但是有一些 它要把它擦掉啊 我们要清掉一些是吧 是啊 怎么了 我挺痛 我要减肥了 不肥啊 哪里肥 我就很奇怪了 我明明吃很少东西啊 我是不胖嘛 是不是熬夜熬太多 连年龄上来了都会肥的 发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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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怎么我也没到三十啊 没到也差不多嘛 是不是 这个是身体的问题 是不是做的菜太好吃了 没有 那你没有关注 应该是肌肤不平衡 以后要炒素了呗 素了吃多点 一样的 我现在和水都胖 它是属于肌肤的问题 应该是 虚胖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肌肤 用之前查肌肤 肌肤不平衡 泡过它们了 没见到它们了一句 不知道 这两这两两公婆刚才在后面 现在不见人了 那等下子如果泡哥 泡哥跟我们回去的话 他去我家里他会不会 嫌弃啊这种东西 一定会呀 明天 明天才去 那你叫阿姨在家收拾一下呀 毕竟有客人来家里面 还是要体面一点的 就是 即使该扫的扫啊 垃圾该丢的丢啊 我妈在家里基本上都弄 但是你那个鸡你放养在那里 你扫完它又辣 那你们把鸡养在大门口 那肯定是这样子吗 这我妈把它圈起来先 把家里收拾一下 实话不嫌弃是假的 我觉得啊 我个人觉得 那么就在外面吃了 外面吃呢 你始终都要回到家里面吃的嘛 你不可能回家了 然后每天都去外面吃是不是 我不懂啊 这个东西就看你们了 我不知道怎么说 回家里肯定是带 带他们去家里面吃个饭的嘛 这是肯定的 到我妈打电话给我跟我说 她说 她去抓了一个鸭子回来 不我们什么时候到 应该也还好吧 住的话我们肯定是住外面啦 是不是不住外面的 家里也没地方住 就吃的话呢 可能会在家里面吃个一两餐 跟爸妈吃一两餐饭嘛 你回家里都不吃饭的 那爸妈就会觉得那个了 我不懂 这个我不表达 我不表达任何东西 你问一下他们 你总不能问你会不会嫌弃我家 肯定说不嫌弃啊 但是你自己要把这些东西做好啊 要跟我妈说一次吗 我看一下能收把它收了 其实主要就是你们那个门口那里 羊鸡那里 到处都是鸡食 扫着就可以了 我叫他把那个鸡给圈 圈到那个笼里面去 我放出来了